- 开尿还在反 - 猪妹在赶 - 猪妹在赶 - 等到猪妹回来这波 - 但纳梅也在赶哦 - 纳梅也到了,你这波硬打,有点危险的 - 要出射,走位躲大,开尿选择 - 还是要把蓝给吃掉再死 - 因为他走不掉了 - 主要这位置真走不掉了 - 就是这位英雄最大风险的地方 - 要动修梅克,视野捕捉到修梅克的位置 - 没闪现的这波要死 - 要死了,打猪妹弄就死 - 那走不了了,人头还可以让给维克托 - 再A一下 - 哇,这样的话DK前期有点小炸了 - 是的,终也被接连拿到人头 - 中路想过来 - 但确实没战斗力啊,这时候 - 大盗了没闪,修梅克要倒了 - 人头还能让给超位 - 混乱风暴的 - 持续伤害跳死了修梅克 - 上路还能推一个上一他 - 下鱷鱼应该回家直接踢过来打这波团了 - 鱷鱼也是没容错的出动 - 开垫可能要被秒了 - 狂蜂插一下下 - 多蓝的位置很要命 - 多蓝就快完食 - 被插眼插出来了 - 但多蓝这样会变小 - 不过开垫可以打一个蛤蟆回点血 - 皮纳特跟鲁勒已经在打龙了 - 鱷鱼开打先点一下怒气 - 这个位置朝尾把大招放出来 - 助被甩军甩出两个闪现 - 那个人的位置很危险 - 竟要死了吗 - 以筋为腿 - 把蓝根子秒了 - 但是他眼睛 - 仅能造成一换一的战果 - 那这样龙回血了 - 多蓝从侧面过来 - 把开垫再度打残 - 弱热推散 - 卡强推到了皮纳特 - 龙已经回到了五千多的健康血线 - 但这个时候开垫的状态已经很差了 - 它还有一个猎蛇影的大招捏在手里 - 手没什么没闪现的 - 多蓝在追手没根 - 一个闪现牌把手没根给击杀了 - 那这样开垫得下去抢龙啊 - 正面就不在在黏多蓝而出了 - 华智来先把皮纳击杀 - 而且多蓝一个打面拍住了 - 都不在这个闪现的位置非常差 - 一个立场把他给封住 - 维克多拿到双杀 - 但开垫拿到了龙 - 这个龙保留了DK继续打下去的活种 - 它有闪的 - 再抢一条大楼的小龙吗 - 但城接在CD手间快好了 - 它是小第一城 - 啊 - 很快这个CD - 看到了一些黏着 - 还可以拦着呀 - 不给KENNYER走 - 手上有大招的 - 先打一套龙五千先 - 多蓝要拦住KENNYER - 闪剑A过来 - 交走 - 直接大招进去要钻子立分子了 - 出来的话再交个Q的时候换人吗 - 没有换到 - 但是阻止对面打大楼 - 真绩也不给皮承介了 - 这最不有机会 - 另外三个人RAW掉了 - 三千多血 - 但万一被抢 - 但万一被抢 - 不能接受 - 是的 - 而且就是那个核心问题 - 始终没法解决 - 就是这个上中也是 - 前期的 - 听到了 - 要不要拉比激发 - 糟了 - 这就追求对线 - 是的 - 二塔要没了 - 甚至高地也要掉的 - 现在回防 - 人都被赶的回不来 - 对 现在有点回不来 - 想动过来吗 - 直接动过来 - 没闪 - 但他能过墙啊 - 那这样高地要没了 - 闪现W要硬动 - 这边LULU也给了个大招 - 但这样的话自己的高地 - 这边是一定会掉的 - 正面还想应验多蓝 - 多蓝马上要变大了 - 正面还能再追一下吗 - 达不了今天如果抬到 - 倒是有机会的 - 推到 - 但是鱷鱼上来了 - 这手打出来 - 多蓝能走吗 - 应该走不掉了 - 拖时间吧 - 中路高地被换掉 - 真机这边是要把线直接推干净 - 但一波肯定是不可能的 - 但一波肯定是不可能的 - 好亏啊这样抓 - 这个正面团的容错率非常的低 - 他正面只需要看到 - 哇当鳄鱼这个装备 - 又有猪妹 - 又有猪妹 - 这三天上能换人 - 直接秒杀 - 直接秒杀 - 但猪妹来了这边 - 又来 - 要秒 - 直接被秒了凯莉 - 给自己个大招 - 但是还被人点到了 - 将鸡皮过来 - 牛宝藏在这里 - 少一个人的情况下 - 该怎么打 - 现在辅助死了 - 完全可以去逼一下大龙啊 - 是的 - 凯莉在这边是给不到威胁的 - 到处都是眼 - 尖技也不敢第一时间动龙 - 他们还是选择想以稳的方式来进行比赛 - 等火龙魂 - 等火龙魂 - 三分四十秒 - 而且这个位置中线也不想让 - 哦 - 哎 - 但修梅克尔可能要交闪 - 两相过去 - 这种血量 - 可能都要死了 - 电行应该直接死了 - 直接秒了 - 咬住好痛半血 - 替他的也得交闪 - 大招冲到了两个人 - 因为你撒撒哭掉了 - 闪剑枪枪咬 - 肯定来了 - 还在这 - 肯定赔个一波腿 - 腿三个 - 再一摇 - 收割了 - 超卫 - 超卫这个位置有个表 - 将近身的人家 - 要结束得走吗 - 肯定赔一番表 - 这一波好像要打大楼了 - 我就代言躲住了 - 肯定赔 - 如果说肯定赔是斯蒂曼库里 - 那肯定赔就是克莱汤姆森 - 他身旁最稳定的火力输出手 - 肯定赔一波 - 肯定赔一波 - 能追中自己的巨连 - 踩起了三个人 - 他找了一个巨怪的角度 - 牢 armed 虚蓝 - 贯定赔了三个人 - 有人自杀了 - 是的 - 当然大龙拿下来了 - 而且真的还是得说 火龙抢到太关键了 - 这一波没龙荤压力 - 打一个空调的秦亏晏妍 - 手美可 thirty前 - 埋满 - 一台一坏 - 一台一亏 - 大 rhetoric - HP - 我的妈呀 - 谁都没有想到 这种发育的台语在这个时间找到的机会 是的 而且就是这个中野两个人无间的配合 一千块也到手 能玩了 真的没有言语能够去形容这波团战 太夸张了 就即使是台下的众人也是一脸吃惊的表情 因为他们也知道比赛其实还没有结束 对于DK来说 这一波只是把前期的烈士全部打回来了 他应该还想抢这个中线 还是要用燕抢线 也没关系 燕燕打掉是折镜 只要打到这个时候打团 厄非流斯已经领先卢西安了 只要能A帮人抬起来了 小海够吗 额月下来咬住了 小华生没闪现的 走不掉了 哪一口又抬起来 钻进去了 猎神一 小华生死人一个 多篮在正面 看见三进三出 哇 这样火龙也要拿到了 折镜了 乌兰找机会 打一套 看见被减速了 打了个闪现 哇 但是在逼龙 在逼龙 这个位置蓝色是被发现了 多篮闪现拍 拍回看见 路路也顶大 多篮变小了 多篮这个位置只能选择撤退 但是正面也留不住人 哇 多篮有点拼啊 这一波 有点急 我觉得这一波 但这样火龙魂的位置让出来了 DK想再挤回去有点难 接近把中路线线运过去 先去拔中路水晶以最稳的方式 去到火龙坑 但这个位置收尾可藏在草里 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一个台抬到了猪妹 中路先进去 真机想要去打火龙 DK新颖横不要出现了 这个位置就要打团来决胜负 激光撕了一下丢弹 丢弹被打残了 披打从侧面过来 找一下对方人的位置 看一通过不断的侧面 已经闪现退 超为教授自己的闪现 他这样打完很有机会 要拼惩界的呀 想去抢大招 要出来拼惩了 能抢到吗 看见 牛邦将秒人被打出了 波价来看正面 罗伯琉斯赶了 这边这儿拿困了 波价伤害太高了 正面的话 要杀多来多来 是没有闪现 多来只能要死 做一个人都动过外 而且这边面具 灼烧掉了新的拉 来了 击规眼睛 走位直接扭开 但是 可以拿大龙 坚基可以拿大龙 不好说吧 这个大龙 坚基还活着呀 这不主要是你拿大龙 有机会被抢的 是呀 没有平成阶的勇气吗 哇 现在真的不好说 没扫到这个眼 感觉这一集这波 真的要抓了 去动了去动了 Q撞墙了 回忍 再回再回 能抓掉 抓掉了 应该龙是打掉了 但是要看这个团 不一定吧 能拼着 那要拼着 开点来了 没有抢到 这一次小花生 终于是拼引了成见 开点在龙坑里 在这个时候没人能伤害到他 手臂还在往上挤 多来也在拖在后面 他是一个大大 一个弹太空了 多来跳上去 开点一个大招 躲了多来的大招 在自路地址的位置 开架这波把人都留住了 怎么办 DK这个重要抉择 对于真机来讲 只能选择包团打团了 这个团战怎么说被包住了 要看谁来先手了 多来也被撑到了半血 当他们开了个加速 伤害了推到了 维格多 金贵眼睛来了 赌伤职业的一波 金贵眼睛吗 并没有 有精神 这边的话 开架被表露了 这边交了个精神 维格多 被狂风死了 丢他还在输出 丢他丢他死亡了 丢他就会是死了 丢他还在逃动 金贵眼睛 广风拉开 AD的对决 丢他加弹了最后 一波了 一波了 感觉这波 因为你 粗糙了 我只能说真的粗糙了 他有点太急 AD的最后接管比赛能力 真的粗糙了 我觉得他是有鹿鹿的 他不需要这么急 真的粗糙了 我觉得这个有复盘 可以好好做一下 一开始Kenny 我觉得位置已经 拉得很好 但是这场B5 真的我觉得G 那一年 Tiger跟T1的LCK内战之后 又出现了一场 真的可以让我们 直呼过瘾的 LCK内战的B5 主要这把DK 在这么劣势的情况下 能找到那么多机会 差点打回来 我们恭喜真记 这一年当中的 每一轮比赛 都和DK打满 但是这一次 他们依然像春天的 那个B5一样 笑到了最后 也要送别DK Showmaker和Kenny 在这个BO5里面 展现了自己 强大且坚韧的实力 一次又一次 把绝技中的DK 从深渊里面拉回来 但最终 他们还是败了一招 或许 这就是对他们来说的宿命吧 也有可能就是 实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或许再前进一步 就能够达到那个地方 但是可惜 只能用可惜两个字 再次恭喜 坚军拿下比赛胜利